本港轉屋問題越來越嚴重 普通市民如果要上車可謂難過登天 因此近年有不少人都轉供政府推出的資助房屋 不過當中有部分意見就認為 資助房屋的單位圖則不合意 而房協日前就在社交網站專頁發布網上問卷 希望了解市民就有關購買資助房屋的意向 以及單位的設計意願 當中問卷的問題 除了涵蓋受訪者的收入 家庭成員人數等基本資料之外 同時也會問及受訪者對單位的設計需求 例如露台、浴室、廚房等等 另外受訪者也都可以選擇 希望增設哪一類康樂設施 例如健身室、閱讀室 以及多用途活動室等等 房協發言人就表示 今次問卷的調查結果 將會作為參考 為未來資助房屋項目定下發展方向 Live TV記者 陳英倫報導 我多